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变数变换法 变数变换法的话呢 它是一个积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在一般的积分的题目来说的话呢 我们也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我们来从例子之中来做技巧上面的讲解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 各位同学的话呢 x加3瓜糊的平方怎么积分呢 那各位同学想 这个题目的话呢 如果不会变数变换法的同学就会这样想了 怎么做呢 他会想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展开来啊 a加b的平方等于a平方加上2ab 那就是6x再加上它的平方是9 所以各位同学说 这个很简单耶 这个答案就是三分之一 x的三次方加上3x的二次方加上9x加上c 那这个答案OK吗 这OK的 不过万一题目不是二次方 它是一百次方 那各位同学怎么做呢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不需要把它展开来 我们要怎么做呢 来我们从例子之中来教各位同学 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希望这个把它绑在一起 怎么做呢 我们令 u是等于x加3 如果你令了一个u了以后 两边要一起为分 为什么要一起为分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dx 来我们看看为分是什么 两边一起为分的话呢 du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dx 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是dx的话呢 以x为变数对u来为分 那么就是1 所以我们乘过去 就是du就是dx 于是这个题目 我们把它转成什么题目了 我们把它转成 这是u的二次方 这是du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基础题了 它是个二次方的一个积分 我们就写了三分之一 u的三次方加上c 那么要注意哦 这个答案不可以这样写哦 为什么呢 是因为题目里面都没有u u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还给它 u是x加3 所以我们这边写x加3的三次方 再加上c 那这个答案的话呢 跟上面这个答案 各位同学不妨的话呢 拆开来看一看 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至于说这个c c是一个任意的常数 它可以不一样 没有关系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看起来就稍微复杂一点点了 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绑起来 绑起来的话呢 我们就另 u是多少 叫做3x加2 如果我们另u是3x加2 那么两边一起为分 我们要熟练一下哦 du是什么 du就是3dx du就是3dx 那么dx就是三分之一du 我们要除过去 来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全部换得非常干净 我们要把这个x全部把它改造成u的形式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边是等于积分 这边是u的十次方 dx是什么 dx是两边同乘三分之一 所以是三分之一du 好 再往下看 这个三分之一是数字 我们可以把它扔到外面去 就直接写答案了 三分之一照超 再过来 u的十次方就变成了u的十一次次方 这边是十一分之一加上c 那么要小心的是 这边答案不是就此结束了 我们要把u改造一下 3x加2 来改回去 等于多少呢 三十三分之一 三十三分之一 这是u3x加2的十一次次方 加上c 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练习 1的10x的积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选择的是把这个地方绑起来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我们令 u叫做 10x 如果u是10x 那么du呢 就是10倍的dx 10倍的dx的话呢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开始把题目改造一下 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变成了 1的u次方 然后这边dx的话呢 这边是dx 就变成十分之一du 继续写下去 各位同学 这个十分之一就是数字 数字移到外面去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基本的 我们的最基础的题目了 我们就直接写十分之一 1的u次方加上c 好 再改回去 u叫做10x就变成了 十分之一 1的10x加上c 就是我们的话呢 这个指数的一个题目 再来看下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3x加2分之一 那么我们的做法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 我们的话呢 也是另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我们选择的是 把这个整个包起来 u叫做3x加2 如果说 u叫做3x加2 那么du就是 3dx 2不见了 因为数字的微分 等于0 题目我们就转成什么题目了 转成了一个 u分之一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写多少呢 我们写dx是 三分之一du 好 直接写答案了 答案怎么写呢 数字丢到外面去 u分之一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知道它是nature log 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这边u的话呢 我们叫做3x加2 这是3x加2 那么我们再强调一次 这个地方加上绝对值 是OK的 加了绝对值 那更好 我们确保这里面的数字 是帧数要变成是正的 我们现在进入练习3的题目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它是一个分式函数 什么叫做分式函数 就是上面有一个函数 底下也有一个函数 像这样的题目 基本上都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这个题目呢 也还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分母是非常单纯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的技巧是这样的 因为它分母是单纯的 只有一个孤单的x 于是我们题目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们把它分开来 底下都是x 上面的话就变成了一个x平方 这边是1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拆开来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 这个题目本来很难 但是这个题目就变成了两个简单题了 题目就会转成了 什么题目呢 x平方除以x就变成了单纯的x 这是x分之1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这个题目的话呢 其实变成了一个简单题 难题变成了两个简单题 我们直接写答案是 2分之1 x的2次方 加上nature log 好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算是克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分母是简单的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各位同学会不会希望 这个简一拿掉 简一拿掉就简单了 对不对 可是它偏偏 我们底下就没办法拆了 那怎么办呢 那各位同学 我们来这么做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希望它的底下是单纯的 就有如像这样子一般 于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另 你们知道要怎么做了吧 u叫做分母 x减1 如果u是x减1 那么x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画掉 就变成了u 这个地方 整个算是 我们要把它改造成一个u的模式 du就叫做 du就叫做 dx u是x减1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一下 然后这个题目 我们要把它改造 改造成什么样的模式呢 改造成 来我们写在下面 这个分母是u 好 现在的话呢 x平方加1 怎么办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x就是u加1 要改得非常的干净 要改得全部都看不到x dx就是du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一个du 题目转成一个分母单纯的题目 就像上面一样 于是我们就 继续写下去 这个地方要把它展开来 u平方加上 u平方加上2u 再加上1 然后因为后面还有一个1 所以就变成了2 这底下是u 好 那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个地方的题目就是 变成了 u加2加上u分之2的积分 来写答案 答案怎么写 就直接写了 u就是2分之1u平方 加上2u再加上2ln u加上c 那么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题目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在这个变数变换法的话呢 我们要多做题目 多做了题目之后 各位同学才有经验 然后对付各式各样的变化的话呢 这个u的话的假设 怎么个设法的话呢 就是各位同学的经验 就能够让各位同学的 积分的技巧能够提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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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